知足坠落 地面起火 鱼鹰再出离奇事故 究竟是因为天灾还是人祸 武器进口一波三折 日本欲引进武装版鱼鹰到底能否如愿以偿 美军打造武装版鱼鹰的背后秘文 敬请收看 我们讲一说到美军的鱼鹰运输机 我们都知道它有一个非常响亮的绰号 叫做什么 空中的变形金刚 但是也就是这样一款战机 确实让美军头疼不已 因为我们看最近20年来 在鱼鹰身上各种事故层出不朽 而且每一次还都是击毁人亡的大事 那么前不久也有消息说了 美军现在打算要为鱼鹰安装武器 试图要把它打造成一款攻击机 那么变身之后的鱼鹰究竟会有怎样的威力呢 2014年12月初 美国新概念飞行器鱼鹰再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与以往不同 这一次鱼鹰受到广泛的关注 并不是因为它发生了什么事故 或者是出口给日本 而是因为一次美军的秘密实验 据报道 近日在美国陆军某试验场 鱼鹰进行了一次制导火箭弹和导弹发射实验 这意味着美军正在尝试为鱼鹰加装武器 未来这款新概念飞行器很可能从一款运输机摇身一变成为世界上最为奇特的攻击机 鱼鹰轻转悬翼机是美国贝尔与波音公司联合研制的新概念飞行器 这款飞机一经问世 就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风度 它最大的特点是可以利用旋翼 像直升机一样垂直起降 而在飞行过程中 两个旋翼又可以转向前方 为飞机提供推理 从而使鱼鹰可以像固定翼飞机那样高速飞行 可以说是直升机和固定翼飞机的完美结合 而这听起来有点像美国F35B这样的垂直起降战机 然而相比之下 鱼鹰这种飞行方式的技术含量和难度 要比F35B还高 自2007年服役以来 鱼鹰一直承担快速运输的决策 从去年开始 美军开始测试为其加装武器 据报道 美军曾在悬翼运输机的机头座舱下部 加装了一部加特林转管机枪 和两具小型对地打击的导弹 火箭发射峰制 而美军的最终目的可能还不局限于此 据有关资料显示 之前美军还在亚利桑那州 油马实验场进行了一系列测试 以验证鱼鹰具备为战斗机空中加油的能力 而且还可以作为电子战平台和通信节点 我们讲美军要为它的鱼鹰运输机加装武器装备 这个其实我们可以理解 因为之前美军就曾经为它的另外一款运输机加装过 而且它有过这种经历和经验 而且我们说加装出来的效果可以说震惊了世界 在美军系列中有一款十分特殊的战机 就是大名鼎鼎的AC-130 它的前身是洛克希德公司研制的C-130运输机 经过改进加装武器之后 具备了强大的对地攻击能力 虽然出身于运输机 但AC-130火力的凶猛程度 几乎已经超出了武装运输机的概念 据有关资料显示 AC-130通常配备12名机组成员 其中三人是专职的炮手 这款飞机可以一次性飞行12个小时 携带的炮弹数量达到了上千枚 机身上设置了大大小小个型口径的机炮 其中甚至包括通常由地面部队装备的 榴弹炮这样的重型火炮 在对地发起攻击时 火力可以瞬间覆盖半径超过一公里的区域 炸野之间便可以轻而易举地摧毁地 地面上的大型建筑 正因其火力凶猛异异常 AC-130也被赋予了一个极为彪悍的名字 叫做空中炮舰 AC-130的发展起源于越战时期 随后这款战机在海湾战争 伊拉克战争 以及阿富汗美军打击塔利班的行动中 又多次两下 后来为了强化AC-130炮艇的攻击火力 与战场生存率 2005年起 美国空军特殊任务指挥部 也开始评估在AC-130上 换装120毫米迫击炮系统 除此之外 军方也在评估替AC-130装上 例如AGM-114地狱火导弹之类 拥有试剧外打击能力的武装系统 进一步提升其作者能力 因为有之前AC-130改装的这样的一个经历 所以我们也看得出将鱼鹰运输机改装成武装运输机 应该说没有太大问题 那么这个鱼鹰如果说加装了武器之后 它的战斗力反而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 为此最为高兴的 我们讲其实还不是美军 而是另外一个国家 究竟是谁呢 美鱼鹰加装武器最大的受益者 除了已经装备这款飞机的美军之外 另一个国家就是正在积极尝试引进鱼鹰的日本 据英国媒体今年11月24日报道 日本已经宣布将采购一批 由美国波音和贝尔公司联合研制的鱼鹰旋转转转引机 采购经费将从2015年度国防预算中划播 日本防务省网站近日公布的预算文档显示 其轻转转引机采购的来源选择已经开始 而且波音公司发言人也证实了日本将采购VIR的消息 文档中也没有指明采购数量 但据贝尔公司首席执行官透露 日本已经划播了17架VIR的采购预算 日本防务省网站称 这批机队将用于增强两栖作战中的兵力部署能力 除鱼鹰之外 日本另一款备受争议的装备 出云号总航母也传出了最新消息 据媒体在今年11月24日报道 日本出云号已经完成了五次试航作业 并在2015年春天服役 届时如果日本成功引进鱼鹰运出机 这款飞机也将被配备在出云号上 这个组合将大大提高日本的两栖作战能力 日本虽然拥有几艘上万吨级的准航母 可搭载直升机甚至是F35B战斗机 但空中力量不现 在两栖作战中无法像美军那样 为登陆部队提供强大的空中火力支援 所以即使日本装备了鱼鹰 这种极度缺乏自卫能力的飞行器 也很难真正派上用场 然而为鱼鹰加装武器似乎彻底改变了这种状态 因此日本似乎比美军更需要武装版的鱼鹰运出机 2014年5月19日 一架美军鱼鹰运出机正在北卡罗来纳州 星河海军陆战队航空基地进行飞行训练 机组人员像往常一样操作飞机 进行着各种动作 一切看似没有任何异常 然而没有人注意到 此时就在机舱之内 有一名士兵正处于极度危险之中 那我们说让人意想不到的就是 在这个鱼鹰运输机准备要被改装的这个关键点上 自己呢反倒是不太争气 意外频频发生 你比如刚刚说到这件事情 接下来又会怎样演变呢 在这架鱼鹰飞行至距离基地约72公里处时 一名机舱中的士兵突然从飞机后舱门处坠落 据报道显示 当时这架鱼鹰的后舱门正处于开启状态 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 该基地人员发现了这名士兵的遗体 这起事件让人们不禁联想到了电影《黑鹰坠落》中的一个场景 当时一名美军士兵在直升机滑舰过程中突然坠落 导致了后面一系列悲剧的发生 然而相比之下 美军鹰此次出现士兵坠落的事件并不是发生在战场上 只是平时的训练 而且当时也并未发生任何紧急状况 这样的坠机事件着实令人匪夷所思 虽然美军后来并没有公布事故的原因 但人们却不谋而合地将目光瞄准了飞机没有关闭的后舱门上 此次鱼鹰的后舱门如果处于关闭状态 士兵便不会住用 但据一些资料显示 鱼鹰在飞行过程中确实经常不会关闭后舱门 2013年6月 在美军的鱼鹰身上曾经发生了一起非常离奇的事故 据悉 当时一架美国海军陆战队的MV-22B鱼鹰运输机 在北卡罗来纳州戴尔县投弹场执行一次例行任务 一切进行的十分顺利 这架鱼鹰成功完成了一系列飞行动作 机组人员一边向彼此祝贺 一边驾驶战机访航 但他们没有想到 在最后时刻意外居然还是发生了 据报道 当时这架鱼鹰在投弹场的一块空地上降落 飞机的权益逐渐转换为垂直状态缓缓下降 但就在飞机距离地面很近的时候 地上的草坪突然起火 这架鱼鹰也瞬间被大火包围 虽然美国海军陆战队最初表示此次事故的损失并不大 而且并未透露有人员伤亡的消息 但据后来一系列调查显示 事实并非如此 美国海军安全中心的数据显示 这次火灾烧毁了飞机机身 造成了7930万美元的损失 据美国媒体透露 虽然美国海军陆战队曾一度表示 火灾对飞机造成的伤害并不致命 但随后便有报道指出 该战机的部分零部件已经被回收利用在其他飞机上 而这架鱼鹰再也没有飞行过 那么也是通过刚刚这个短片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所谓鱼鹰的这种可靠性 也并不是说像媒体所报道的说会那么差 但即便如此 它还是受到来自各方的指责 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虽然对于鱼鹰的事故率 有被媒体夸大的成分 但据美国官方的调查 这款飞机确实还存在很多问题 2013年11月 美国国防部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鱼鹰运输机在被核查的200次飞行记录中 有167次存在问题 而最让美军感到头疼的是 鱼鹰一旦出现大型事故 通常都会造成击毁人亡的结果 而且每一次的伤亡数量都令美军难以接受 1991年6月11日 由于组装上的粗心大意 编号为5号的鱼鹰飞机上的三个倾斜陀螺仪 有两个被接上了错误的配件 结果导致其在垂直起飞后很快就坠毁了 整整一年之后 1992年6月20日 4号鱼鹰飞机正在空中有水平飞行状态 转换为垂直盘旋状态 准备着陆的时候 油箱里渗漏出来的油流入到了右边的2号发动机舱底部 发动机立刻起火 最终导致战机坠毁 机上有7名成员全部遇难 进入21世纪之后 随着鱼鹰的不断发展 其发生事故的严重性不但没有减轻 反而变得加厉 2000年8月8日 在一次很有难度的夜间模拟操作测试中 19名海军陆战队队员 驾乘着14号V22 准备从敌人的基地里 营救出被绑架的使馆工作人员 这次测试要求飞机接近敌人的门屋 并且在营救成功之后 采用高转速模式降落到图森机场 结果这架鱼鹰在降落的过程中 无幸坠毁 机上有19名成员全部遇难 而在2012年 鱼鹰更是先后发生了 两起严重事故 导致两人死亡 五人重伤 鱼鹰的出现 改变了人们对传统飞行器的认识 而此次美军为鱼鹰配备武器 或许将再次颠覆 这一新概念战机的作战模式 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将鱼鹰打造成为攻击机 也并不是美军的最终目的 未来更多先进的机械 电子设备 可能都将出现在鱼鹰的身上 鱼鹰究竟能否成为下一个空中炮舰 它又将如何改变